好,謝謝主席 排這個這麼重要,對國人健康 對行政單位 這麼樣的舒適 我覺得,你剛才有說要再多一次 要再說清楚 好,我們現在請署長 請沈署長 沈森惟,你好 署長 現在是不是工業用的硫酸 硫酸桶跑到飼料 飼料用的硫酸桶 用飼料用,是不是這樣 是有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會有什麼結果 違反了飼料管理法 不是啊,對人體 對這些 對這些積壓啦 這些有什麼 飼料管理法就是為了保障這些 動物的生長環境 跟人使用之後的健康 所以多了這些規定 可以嗎?可以添加嗎? 違反飼料管理法就是不能添加 工業用的硫酸桶可以添進去嗎? 剛才講的不可以 不可以嘛 對不對 那不可以現在添進去 對人體的壞處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衛生署有沒有 有沒有在這裡 今天 你要講給國人聽啊 衛生室沒有來是吧 飼肖 今天沒有叫衛生室喔 這樣怎麼釐清啊 這樣沒有辦法釐清啊 這樣飼肖後面再一次啦 這樣沒辦法啦 現在齁 我們講管控管控 環保署 到底這個飼料的採購添加合法與否 到底這個這個責任是環保署的 或是農委會的管理? 那是飼料管理法管理的範圍 蛤? 飼料管理法的管理法 是啊 這個是農委會的責任 或是環保署的責任? 飼料管理法的主管機關是農委會 農委會 都不是環保署齁 是 好那這個是甲級的清除業 成品 或者是半成品再利用的管理 是由 是由哪一個單位來管理? 再利用的這個公司 是不是可以再利用是由經濟部來核准? 好 那以上這兩個都沒有環保署的責任是嗎? 有 因為這個 再利用管理法是根據廢清法 廢清法主管機關是環保署 好 那現在呢 這個甲級清除處理業者 所有的物料都流向哪裡? 是由誰來管? 這樣子 它有合法有非法的部分 如果是合法的話 它照理是 它是成為一個合法的工業 用硫酸銅 可以上市 那如果是非法的話 那就是要去取締它 現在這個發生的地點是桃園縣 對不對? 那這個是桃園縣 環保局的責任 或者是你們中央的責任? 對於這個廠新 它在廢棄物清理的作為的 有沒有違法是環保署的責任? 跟地方環保單位的責任? 啊? 兩邊都有責任? 對,我們督導他們好好去執行 你們每次都推給地方 是你們監督不做 不是推導 我們自己也下去取締 對不對? 我們也下去機查 那請問 我們現在這個責任農委會要佔幾層? 工業局要佔幾層? 地方環保署要佔幾層? 你環保署要佔幾層? 怎麼負責? 你說 我想不要全 如果違法大家都有全部的責任 是啊 一百分的話 你們各部會佔幾層嗎? 我們是不是請各部會的過來 上來答一下好不好? 現在是怎樣? 衛生室沒來 農委會 你點人啦 你不能叫全部都上去 你看幾個都要上去 沒有啦 不可以啦 就是經濟部嘛 經濟部我們次長嘛 對不對? 農委會副執委 你請黃次長、王副執委 可以啦 王副執委 我沒說叫全部都起來 主席你是怎樣? 請問喔 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責任閨屬 你們各佔幾趴? 農委會 你覺得你要負責得幾層? 農委會 啊工業局要負責幾層? 呃 跟委員報告幾層 我是 目前沒辦法跟你們報告 但是農委會就是 末端的使用這邊 我們要 環保署要幾層啦 我看你們都要面壁啦 站在那裡好了 不要回去了 那個 廠新實業 現在出問題 他是甲籍的清理公司 對不對? 他已經有三十年了 底下還有七 七家的那個 新貴公司喔 上新貴公司是不是? 市長 我知道 他有兩個廠是甲籍處理廠 另外有 五家是他的再利用廠 好 那麼從二零八年五月到二零一一年的十二月都被檢舉了 三年半你們做了什麼? 做幾次的計查? 這三年半你們做幾次的計查? 計查的結果又怎麼樣? 有廠新積查了九十三次告發了十一次 結果怎麼樣? 廠新積查六次告發一次 結果怎麼樣? 結果是 該查出來的沒查出來 是誰去查?你們是用哪一個單位去查? 是環保督查總隊去查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誰去查? 地方也查 地方也查 我們也查 那不是他們去查 你乾脆把這個這個單位廢掉好了 你這個單位在做什麼? 因為是都有查嘛 各自都有查 那麼 包括這一次我說 剛才在十二月份他們檢舉之後 行政消保會要各個機關一起分手去查 查出來也沒有查出來 沒有查出來 結果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檢討論 人家檢舉的時候 後來我們這次就查出來了 怎麼樣? 根據檢舉 我們這次大規模掃蕩的時候 我們就查出他有兩件違法行法 一次官兵法 一個公法 四個水務法 七個這個廢新法 好了署長 那我們這次要檢討說 為什麼以前查不出來 現在查出來 發了那麼多錢 都裝GPS 對不對? 你現在要吵著說 要裝那個CCTV 有用嗎? 我看你這個都沒有用嘛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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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是最有用的不能 然後呢 它又把停 是停的 那個從網路 從那個電視上可以看到 有停在這裡對不對 對 對 可是它有沒有稀後 你看得到嗎? 對 這個就是啊 進出的磅秤 它很重要 磅秤的記錄 跟足車的記錄 然後跟影像看到的東西 有沒有連結啊 這是很重要的勾擊的手段 那這個如果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要求的話 就這個洞就存在那邊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檢討發現這個洞又要補起來 所以你們要怎麼補? 你們花了那麼多錢 就是要他們裝CCTV 就是要他們裝CCTV 然後 我們還要去查他們 CCTV要編多少錢? 去補助他們賺 不是我要編錢 不要補助他們 那我請教 CCTV你一百多家 你每天這樣錄錄 誰要去看? 署長要去看是嗎? 他們 我們要抽驗 像我們現在我跟您報告 沒有啦 誰要去看那個大 我跟您報告 你又提出這種理論 我們現在對於這種 補貼機器源回收廠的所有的廠 都有裝CCTV 然後我們都有一定的抽驗 然後查了以後 再重複抽驗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怎麼查? CCTV那個袋子很多欸 對對對 你要去看那個袋子 誰要來看? 誰要來看? 我們有人看 督察總隊要看嗎? 或是你署長要看? 我也要看 你說要裝那個東西 你要看 一百多家你看得了嗎? 這就是抽驗的制度 所謂抽驗 就跟我們商場講 評管的時候有一個抽驗制度 抽驗的時候 你多少錢我抽驗 出現問題的時候我怎麼出 你們不要常常想那些 看得到做不到 不是非常科學化的一個管制制度 每次都做看得到做不到的東西 我請問你們現在這一次的督察總隊 該負什麼責任? 有沒有人要下台? 有沒有懲處? 我們這一次喔 有沒有懲處? 我們這次檢調單位查完所有資料之後 我們會檢討責任 你們中辦的一些喔 真的是馬政府中辦的一些 不管教育部啦 什麼內政部的那個防保單位 中辦都是一塌糊塗耶 有沒有懲處啦? 還沒有 還沒有懲處 好 廢棄物管理應該誰來負責?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管管理 這個責任 從地方到中央 有層層負責的人 是啊 誰來負責嗎? 現在如果廢棄物管理這個要懲罰誰? 懲罰地方嗎? 你又是講地方喔 那就根據我們取得的證據 他有沒有為事有沒有疏失 來決定處罰懲罰的是誰 那因為你講的是個個案 所以還是要根據我們個案的這些資料的完整之後 我們會來決定一個 我跟你講台灣齁 你們要好好的齁 橫向的聯繫 各部會要聯繫啦 你們這個是太嚴重太嚴重了 你們什麼安心內閣 是黑心內閣啦 我跟你講 你現在你看流出來的什麼 MENU 積溫瘦肉筋 現在又是飼料的毒物 這個你們要怎麼交代啊 市長 是 你要不要向全國人民道歉啊 我想對於我們過去像從一直以來啊 不管是五年前三年前八年前啊 哪兩黨執政啊 這個CCTV都沒有裝啊 我覺得大家都要道歉 向老大平去道歉 你又講到前面去啊 你們真的是啊 推卸責任推卸到這樣子 不是推卸責任 確實我們要負責把他 現在就是你要負責啦 誰要負責 你還推推到什麼淺草 真的是齁 我們今天很負責任的向大家報告 我們所採討 我們所發現的問題 我們要來改進 那你現在好了 這個廠商是缴急的清理物 要不要撤掉他的他的職障 要不要撤 你認為是要干涉就要撤好 廠新啊 廠新這家公司 是不是應該要撤掉執照 你現在我們是說 第一個要把它 有沒有處罰嘛 你到現在沒有處罰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齁 對啊 但是一定會處罰 因為根據行政法法 我們可以把它不當利得 我算清楚了 全部要罰出來 一直罰要罰多少 你那邊一萬到三十萬 一次就把它罰出來 他如果他是有意義的利得 他受的是百分之四十 我們所有的劉三童 你必須知道他上游的去處 能夠有妥善處理 那你們對地方的管理 他去的地方 沒有地方去 他變得更是亂到亂丟了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 要他好好去妥善處理 然後我要追他的不法利得 這是現在目前最適當的處理方法 他在檢查有什麼瑕疵 你要立即要撤銷執照 還有你們對地方的處罰 是怎麼處罰 你們對臺原勝政府的處罰 是怎麼處罰 我們看到時候在檢討責任 到時候現在都不檢討 到時候再檢討 好啦 我希望環保署兩週內 把那個懲處名單 送到編委員會來 可以嗎 我們要跟剪刀單位再確認好不好 你很多要懲處的 你非去管理處 還有環境督察總隊 還有建制 剪刀單一針結之後 一個禮拜六 我們就把這個 好 你有懲處的名單的話 給我們 還有 你現在事業主管機關是經濟部工業局 對不對 黃保署 是不是主張應該要透過兩個法 合一修法 比如說廢棄物清理法 跟資源回收管理法 要不要把它 是二法合一 同一合一好不好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草案 也報告行政院 說到中央環境主管機關 來管理 有沒有辦法 我們從這個方向再修法 什麼時候要修法 已經把草案現在已經 行政院這邊已經審過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根據他們意見 正在調整中 經過這次的教訓 你們黃保署打算要怎麼樣處理目前的漏洞 管理漏洞 剛才我們也說過了 最關鍵就是剛才的CCTV的這個現實要加裝 今天我們就是要聽你說要怎麼樣處理這些事情 可是你們就弄一個什麼專案報告 太離譜啦 黃保署 你一個月以內吼 會同農委會衛生署提出 這個怎麼樣管理的報告出來好不好 一個月內可以嗎 橫向會同農委會衛生署工業局 一個月吼 提到本委員會吼 本院吼 好不好 蛤 做成決議我們就照辦 好 呃 我希望吼 你們黃保署吼 管這些廢棄物 現在遍地 台灣遍地都是污染了啦 尤其是像這種這麼毒的 的工業廢棄物 你們都沒有管好 那你還要管什麼 還要管到下游 還要管到CCTV 還要弄CCTV 還要用GPS 那都沒效啦 好 謝謝 接下來請黃玉敏委員諮詢 謝謝